俄武之戰開打至今 已經超過三週的時間 雙方情勢仍未減緩 儘管現在傳出要簽停戰協議 但俄方卻未停止轟炸行動 中間社群中心為您邀請到 在台俄羅斯專家 目前於淡江大學 擔任教授一職的 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 歷史全博士 比薩列夫 阿里桑德·比薩列夫 為大家帶來精辟的分析 我的看法是非常矛盾的 我當然詳細地先聽 然後看二月二十一號 總統做的所有的演講 我告訴你們 我不了解 因為對這個問題 沒有很清楚的答案 邏輯英國關係也很奇怪 譬如西方對俄國不好 北約對俄國不好 烏克蘭對俄國不好 結論要承認烏克蘭公布自主獨立 是不是承認他們的自主獨立 會幫忙解決俄羅斯和西方 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關係 我不了解 最後一個為什麼這些非常複雜的問題 要用武力侵略戰爭結束 所以再次說一下 我不明白 我覺得這個決定沒有很清楚的政治目標 如果政治目標不清 德國的軍人也不明 要用什麼樣的軍事戰略 所以結論是現在的戰場狀況 意思是俄羅斯的這個戰爭還沒有結束 但是我的個人的評價 俄羅斯已經失敗了 這個很難說 因為這個跟俄國 政治精英之間的關係 狀況又會上一切的關係 我告訴你 我年紀很大 對我來說是一輩子 以後 我 到國外去 各國 如果老百姓在街上 聽我講俄國話 馬上就被打了 所以謝謝布林總統 這個影響 時間很長 特別是 就是 各國一般的人 老百姓對俄國人的看法 開了是什麼 從經濟狀況來看 宣佈制裁 破壞經濟 非常簡單 但是回復經濟 很難 還有俄羅斯沒有自己的資源 為了做這個 當然西方也不會幫忙 中國 我覺得也不一定 但是中國的能力 不管是全世界最大的還是第二名經濟 他們的能力 應該也不夠多 因為制裁 因為制裁 這個不只是西方 這個也是中國 為什麼 因為制裁的意思是 西方所有的當分級的東西 其他的國家 在這些國家和俄國經濟的關係不能用 但是這個是中國的經濟 但是這個是中國的經濟 大概一半 如果歐洲停止 進口 石油 還有自然瓦斯 我覺得中國的市場 也不夠 為了歡迎 這個俄羅斯自由 還有自然瓦斯 如果是真的話 他們買多一點 但是他們用哪一貨幣 買 人民幣 價錢多少 現在這個自然瓦斯 在歐洲3000塊 美金 中國從俄國買的這個位置 之前大概是300塊 美金 3000塊跟300塊 美金 在那邊現在3000 中國買的是300塊 左右 這個是有些經濟學家的評價 因為雙方沒有 公開地說 具體的價錢是什麼 但是 應該是類似的數字 在未來 互相一樣 因為如果中國是唯一的市場 當然誰要規定股價是什麼 不是俄國 還有中國 還有在這個情況之下 俄羅斯如何 如何沒有人在一個出口 而是 變成 大陸的 妹妹 對 對 有些人有用 是 對 平台